手机比它那个从效果图来看它金属感要更强一点 然后从它它四周的金属边框 然后像背部也是大部分采用了金属 质感比较比较出色 然后它整个的体积 相比一般手机来讲稍微宽一些 但是拿在手里感觉非常小巧的 可能是因为它的机身比较薄 官方数据应该是不足12毫米 它的屏幕外面附着的这一层 应该是钢化玻璃还是什么材质 是非常坚硬的 然后看起来是有一点反光 在光线下看应该是比较时尚的 iPhone的机身右侧没有任何的元素 非常干净 然后它的左侧 最上面这是金属键 把它拨下去的话 手机就调为金属模式 最后真的质量都是金属键 它们有两个材料 然后大家系列